Hello 我是Amy Hello 我是Li 我們是Amiyato Li 今天呢我們要講 摺偶關 好 那這次就是更全面的來講說 他們到底摺偶的時候啊 男朋友的時候是會看哪一個方面的條件 這樣子 你找了一個非常新的調查 對 今年的調查 它的結果其實跟我們之前說的都還蠻接近的 價值觀合不合 有些不適合的傷害 在一起的時候不用特別的去包裝自己 性格合得到 個性很合 非常基本的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台灣的只有條件 我看這些都沒有出現 對啊 難怪大家都不太開心啊 對 很神奇耶 反正其實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準 因為所有的日本人都會這樣說 對 日本人通常是會比我們更在意一些很小的點 對 然後他的忍耐度又非常的低 對 就是他們很容易爆怒跟爆氣 然後很容易覺得 然後很容易就是長在自己的心裡 然後他們很強互相討厭 對 但又不說明 所以這個東西他們來說就是非常重要一件事 就是每天都很不爽 他就在這裡受不了 然後一直要包裝自己 不能夠讓他看見你真正像什麼 對 他就是我覺得像我 其實都會順著別人的話講 慢慢的會去學習到說要怎麼樣 不要讓大家不喇哭 就你要做一個喇哭的人 對 對 外見が好みか 不管在不在意眼睛 他其實就是都還算蠻低的 尤其是他可能在找戀愛對象的時候會提到這件事情 但他在找結婚對象的時候就是他的重要度就急速下降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覺得看得順眼就好了啦 就也不會說一定要帥哥美女 因為外見が好みか其實就已經是看得順眼 對阿 對阿 即使是這樣還是很低阿 我覺得日本人真的對顏值這個東西超級不在意 超級不在意 我現在想我的同期們阿 他們就是可以從帥哥變成一個完全不帥的 就我跟大家分享過我的同期三角戀外交 那個男生後來還娶了學姐的故事 他的這三個女生確實都蠻正的啦 畢竟人家是帥哥嘛 可是他後來娶了學姐 之前就要超傳 就是差非常多 到底只有標準在哪那種感覺 我有兩個那個眉角師 那個眉角師以前是跟那種很帥那種 無脈的男明星交往 然後後來他嫁了一個燈光師 然後就長得我看過照片 酸酸酸 就譬如說你問他說你喜歡哪一種type 他可能會跟你講 但他最後在一起不一定會選那種 對他會講喜歡的臉type 他不會因為這樣就跟人家在一起 對因為我之前就有一個朋友 他一直就是嫌Eton的毛提毛太多 因為現在在日本很流行男性脫毛 結果後來那個女生 跟我們另外一個朋友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朋友就是模家模家 超級毛 超級毛 然後還留鬍子喔 然後還有胸毛 他在這裡面他不會說說說 口 比如說當你要跟一個人說 啊我是免開啦 就是要還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剛剛講這三個就是 價值觀合不合 跟在一起 跟個性合不合 這三個是 即使他在找戀愛的對象 或是找結婚的對象 都是一樣 都是最重要 但有一個很有趣就是 我覺得日本真的很現實 結婚比較重要的點裡面 有一個就會標稱 就是金錢觀合不合 那其實不是說他有不有錢 是你怎麼用錢的那個概念 對 就我覺得他們會不想要找那種 一直一直亂花錢的人 就他們這個世代好像 你幹嘛一直看呢 可是我成功結婚啦 其實我真的是在離婚的時候 還被嘴一下這件事 對啊 而且我還想說老娘有存錢 然後也沒用你的錢 還直接被嘴 然後還拿出個奇怪的數字 讓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說你一年花多少錢 然後想說你是哪邊看到這樣 就我覺得因為他們這個世代 一直就是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 然後所有人都開始有一種 欸就是要省 就要省 什麼東西有很很棒的那種 point 就是幾點啊 什麼有折扣啊 他們都會還真的認真去弄這樣子 因為他們其實不太會強迫別人 如果今天 對 你是一個可以接受 譬如說我們去旅行 好了 就是我可以接受這個range 你也可以接受的話 那好 他如果不能接受 他也不會說那你就不要去 他可能就說 那我國漫 各自行動 對啦 他們很不喜歡強迫別人 對 變成說你要找 感覺相近的人 才有辦法就是結婚 過得比較開心一點 也對啦 他們沒有要到一定要什麼很有錢 然後也沒有說一定要很省 就是你要把錢拿去旅行 然後還是你要把錢花在自我投資 還是你要把錢花在小孩身上 可能就是會不太一樣 剛好有個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 連續一大堆人問我們說 他們跟比較年齡小的日本男生 愛還沒有或是有在心 然後他就很在意 姐弟戀嘛 對對姐弟戀 然後就問我們說 日本在日本姐弟戀會不會被決什麼東西 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我自己也是啊 對 你好像大了 我一直都忘記你知道 因為其實伊藤最近看起來比你老 嘴一下 好可憐喔 以年級來講的話是三年 但是我們說年份的話是四 對啊 年齡超低的 年齡跟學歷還有家事都超低 超低 就根本就沒有人會 這個是台灣的伊哥哥吧 對啊 台灣人這樣好現實喔 會不會有人討厭 他會覺得你為什麼是一個這麼硬的條件去看人 你可能不是看他的那個內在 那這樣子別人不是連一點辦法都沒辦法 對啊 所以他們真的是不看這個 對啊 所以就真的不看 因為我要不是有人問年齡的事 我根本就不會在意到那些事情 我真的你 喔我想到一個 我有一個很想前輩 我們公司會有傳真 就是你那個 誰跟誰結婚會傳一張紙過來到你的部門 他跟另外一個男生被寫出來 然後兩個人都是我們的公司員工 那個男生是他的 就是指導的社員 我後來仔細算了一下 他應該起碼大那個男生整整15歲以上 然後又加上是 你知道就是mentor跟被交的 就是等於是他手把手帶人家 就是蕭敬騰啦 對 大家就是有稍稍驚了一下 可是也就是 對 就是欸到底他有多少 然後就大家在算 就 可能超過一輪耶 然後就 比較驚訝當然就是那個 他是帶他的那個 就是 哇這那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這樣 不管年齁或結婚 第一世代男生都喜歡 比自己年長的喔 但是我覺得這本男生其實還蠻喜歡 找比自己年長的 對啊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小王子啊 就想要被伺候嘛 更進一步去看男女 分別的理想最後條件 更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 端倪 女生的條件是 一緒にいて楽し 信頼できる 気遣いができる 這三大內容 不管戀愛要結婚都是最重視的 光看結婚時 信頼できる 因為也超被看重 剛才那個女生的三大條件 每一個都過不時 就是超過五成的人都在意這三個條件 都覺得 所以其實如果你可以cover這三個條件 對 其實就已經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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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不是要說什麼 喔每天對你這麼好 不是不是 對你這麼好很有壓力啊 對啊 對啊 就我可以跟你一起在那邊 打屁子 打屁子 聊天很開心啊 對對對 像我還記得我前夫有說過 他覺得我是他的笑い芸人 喔 對對對 這是一個超級 你算是開心過耶 對這是一個超級大的稱讚 你在這個世界上 不論男女要模特 最重要就是你能夠 要有趣 對你是不是能夠 對你是不是能夠動別人開心 然後因為大部分人 一緒にいて楽しくな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反而是大家需要去在意的點 而不是展現你怎麼會優秀 對你要會聊天 對 或者是說有一些 就是你可以帶給那個人 他可能平常不會接觸到的 對對對 就比如說你可能人生有趣 所以你在講的時候 就男女就會覺得 哇怎麼這麼有趣 我也覺得我很有趣耶 我也覺得你很有趣 因為一個人都會被我鬥得很開心 你是冷面笑著啊 沒有他後來就是 就是覺得在外面喝酒很無聊 因為回家跟我喝酒比較有趣 然後男生狀況也差不多 戀愛最最大的條件 就是一緒にいて楽し 這真的很重要耶 奇跡ができる 這也都是差不多五成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 摩天幕 沒有沒有 我摩天幕這場 我男朋友說 實在是覺得很不爽 為什麼我一直被打散 他就真的很認真說 你脖子が甘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防備心很低 就算 可能會被人家騙走的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就好像 確實是這樣 你就收緊了你的脖子嗎 對 我就收緊我的脖子 所以我就一心不亂的走路之類 然後就再也都沒有被打散 那就是我耶 因為我也是就走在路上 然後就發現有人在看我 然後我就跟他對了三秒鐘之後 他就說 啊 那個 你現在要去哪 你現在要去哪 對 所以我就發現 欸 我真的有點脖子 是從我脖子閉著 但是我的那個開箱 我對還是有持續啊 我後來就覺得 日本真的是一個很隱偽的民族 因為他們把信頼できる 跟信頼できる 解釋成人間性 就是人間性這個東西 應該是一個非常取妙的 人品 對 人品 人格 對 人品 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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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